大家好,欢迎来到聚集地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狗血伦理太剧 火之迷恋第13到14集 上集说到 小水看到妓女帕特被有钱人包养 极度的火焰自身了她的贪婪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一开始她觉得这租金7000块一个月的公寓还蛮高档 但被帕特一番刺激后 小水怎么看怎么觉得这里寒酸 第二天 小水就开始在网上看更奢华的房产信息 王老五瞧咪咪凑过来 她不仅愿意陪小水看房子 还霸气地表示 愿意做小水的担保人 小水贷款买房的事终于有了着落 为了感谢王老五 小水开心地提议去她家做饭招待她 王老五就喜欢这种温馨的家常感 她忙不迭地带小水回家 家中的保姆借男主人带了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回来 她赶紧给五嫂打电话通风报信 浑然不知的小水美美地和房子里的百件合影 这样的豪宅才称得上她那比天还高的野心 妈宝看到小水的晒涂后心急活了地给小水打电话 小水还是那句老话 我不想做小三 正说着地母冲了进来 她见妈宝死心不改 便一怒之下 把妈宝的手机摔得粉碎 小水联系不上妈宝气得半死 她可不能就这样前功尽弃 半真半假的泪水夺框而出 小水猛地扑进王老五的怀里哭诉 再不想受男人的伤害 王老五文言立马新生 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 说小水愿意给她个机会 她保证不再让小水受情伤 这感人肺腹的情景还没来得及延续 五嫂杀气腾腾地冲进来 把这对在她房子里轻轻握握的野鸳鸯 骂了个狗血喷头 满桌丰盛的饭菜 令五嫂嗤之以鼻 她借财讽刺小水是勾引男人的小屌子 同时警告王老五 别想从她的手上拿到一分钱 出了门 她还不忘羞辱没车的小水 她口堵莲花地说 小水要靠卖身才能买得起车 气得小水火冒三丈 越是别人不给的东西 小水就越要不择手段的强盗 满肚子果的小水本想找小茶 但小茶第二天就要和好友美美 以及杜蓉去海边别墅玩 小水一听双眼放光 她连忙厚脸皮地让小茶带自己一起去 好在美美够大方 完全不介意小茶多带一个人 第二天 美美打扮得光彩照人 杜蓉还嫌她打扮得太夸张 然而下一秒 小水的出场 才演绎了什么叫真正的夸张 只见小水穿着一身花里胡哨的薄西米亚大长裙 美美的装扮在小水的衬托下顿时黯然失色 小水不仅在打扮上喧宾夺主 到了美美的别墅后 她更是不分主次的 先去占了视野最好的房间 这海警方令她暂时忘却妈宝那个大麻烦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蒂姆是美美的闺蜜 所以此行蒂姆和妈宝也在邀请名单中 蒂姆和妈宝到来时 小水刚好去海边拍照 妈宝本来就是被逼着和蒂姆出来玩 心里烦得很 于是她冷冷丢下蒂姆一个人跑去海边散心 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巧合 小水正愉快地在吹着海风拍着仗 一声熟悉的呼唤令她大吃一惊 妈宝讨好事地把小水摞在怀里 她轻声哄着小水 我不爱蒂姆 我不会和她结婚 咱俩很快就会一起住进公寓 过幸福生活 小水等她等得黄花菜都凉了 她气呼呼地说 自己已经买了公寓 妈宝急忙再次扯小水入怀 求小水一定要等她 小水的嘴角终于勾出了得意的弧度 远远观察的小茶眉眼 看着渣男贱女的你农我农 她慌忙跑回基地 一不小心跌进了杜蓉的怀里 蒂姆此时正哭丧着连长妈宝 小茶担心她撞上小水她们 便违心地给蒂姆指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南辕北辙自然找不到 太阳都快落山了 也不见妈宝踪影 妹妹忽然想到 一直没见到小水 小茶再次打掩护说 小水在房中休息 背地里 小茶赶紧给小水打电话让她回来 小水此刻刚和妈宝 在宾馆里痛快地发泄过一场欲望 俩人逆逆歪歪了好一会儿 一直到穿上衣服 俩人仍然依依不舍 这俩人也是挺有意思 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们的目的地是同一个 海风湖过 海浪翻滚 他们在分别前 又潺潺绵绵地来了个吻 好巧不巧 跑出来找未婚夫的弟母 恰好看到了这令人血压飙升的一幕 地母一声怒吼 上去就给了小水一记响亮的耳光 小水见众人感到连忙装模作样地向地母求饶 地母最烦小水这副茶里茶气的嘴脸 她愤怒地撕开小水的衣服 性感的黑色纹胸暴露出来 小水离花带雨的脸上尽是无辜 大家赶紧拉开像疯狗一样的弟母 而肩妇淫妇 转头趁大家不注意准备私奔 小茶拦不住小水 只能任由她去胡闹 楼下的弟母像妹妹狂发牢骚后 才想起那个不让人省心的未婚夫 结果她回房间一看 马宝早就不知踪影 她疯了般地去找小水 谁料小水也跑路了 显而一见 俩人已经私奔 怒不可歌的弟母 反手就甩了小茶一个巴掌 小茶立刻还了回去 你看不住男人 抄我发什么火 失去理智的弟母执意认为 小茶和小水是以秋之河 她咆哮着 让妹妹赶走小茶这样下贱的人 虽然小茶不去弟母 但事情发展到这样 她的确不宜久留 杜蓉大方地在自家酒店 给小茶开了间房 小茶信不过杜蓉 便抓住阿虫的手 求阿虫送她上去 阿虫八卦地问小茶和杜蓉进展如何 小茶看着这张自己暗恋的傻冒脸 她只有一句话回答 你就是个大傻叉 平白无辜被骂的阿虫 完全不知道为何要受这无望之灾 她见小茶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 便去拿毛巾想帮小茶擦擦脸 该死 又对这个大傻叉心动了 然而这大傻叉第二天又问小茶和杜蓉的八卦 小茶忍无可忍 愤然走人 阿虫再回来上班后 听到同事们都在议论纷纷 说小茶勾引杜蓉开房 想当杜蓉的小老婆 这话阿虫可就不爱听了 她第一次和同事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人事经理对阿虫的行为连连摇头 当天就给阿虫结了工资 让她立马滚蛋 小茶这边 杜蓉不但坚持送她回家 还赖在小茶家吃饭 这大少爷和妈宝截然不同 他不但吃这种粗茶淡饭 吃得津津有味 还主动洗碗 小茶问他何苦坐到这个地步 杜蓉表示 那追人不得有个追人的态度吗 茶妈似乎对杜蓉印象不错 但奈何小茶的心中只有那个大傻叉 另外一边 妈宝带着小水一路奔驰回家 她本想去翻出 母亲把公寓转给她的资料 那样她和小水就有落脚之处了 不料她翻箱倒柜时 被宝妈抓了个正着 妈宝也顾不上及她 她手忙脚乱的逃之夭夭 这下好 小水没得到妈宝的公寓 她要用自己的公寓 收容这只丧家之犬 小水看着睡在身边的人 心中满是欢喜 这个男人终于属于她了 但是现在的小水不知道 从此刻起 便是她悲惨命运的开始 这时 小水接到了心探的电话 请她去面试 代言一款化妆品 这对上镜的小水来说 完全不是难题 小水面试结束后 和一个眼熟的男人擦肩而过 那人正是小水 在夜店接过的客人 小水听到工作人员 换她经理 看来能否通过试镜 使这个男人收了算 小水回到家后 发现家中一片狼藉 这富二代的传家能力 一点都不比二哈差 妈宝见到小水回来 立马缠着小水去买手机和衣服 不料 妈宝的银行卡全部被宝妈冻结 没办法 只好小水买单 一个手机两万八 小水顿觉十分肉疼 但不知人间疾苦的妈宝 花钱如流水 这边刚买完手机 那边就挑了一堆贵一刀死的衣服 小水慌张的数着余额 这钱包扁下去的速度也太快了 赔了钱 小水还得赔睡 而这位公子哥还惦记着赶紧住进小水心埋的公寓 小水脸上淡定 心中早就按马奔腾 老娘处心几率这么久 到头来还得倒贴 就在他和妈宝缠绵闯子之时 被开除的阿虫落寞地拿着工资走到小水家门口 他刚想敲门 却突然顿住了手 一墙之隔 隔断悲欢 房内春光正好 房外是无尽的心酸 至此 太剧火之迷恋 第十三到十四期的故事就结束了 小水虽然得到了妈宝的人 却没得到妈宝的钱 这两个人会经历怎样的贫贱夫妻百事哀 小水又会为了名利 继续做出哪期浪到飞起的行为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期待下集揭晓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对本期视频的看法 记得订阅剧集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